欢迎来到迷奇频道台湾男子台湾面线的频道 今天想介绍的是在嘉义的永兴二仔面线跟臭豆腐 它是属于较浓的勾件 那当头有一些面粉的味道 带有胡椒跟羹的感觉 那它是手工面线吃起来有点羹面的口感 里面还有损失哦 然后虽然它点了鹅仔面线 结果它也有大肠 鹅仔的部分鲜度尚渴是有裹粉的那种 大肠的部分弹性有嚼劲 它是属于轻微卤制偏向食材原味的 我也点了他们的臭豆腐 吃起来不太酥哦 味道比较偏清淡啦 不过上面的炸球神塔非常好吃 有点中药的香气 就像撒了鹽酥鸡的胡椒粉那种味道 泡菜的部分脆甜还不错 我观察之后就发现这是在地人来吃的 听他们聊天好像大家都很熟 就是这似乎是在地人的爱店哦 最后我还想要补充一下 其实手工面线跟一般的面线的面条 当然单价不一样 所以手工面线可以呈现出更多层次的口感 不过跟煮的关系也是蛮大的 比如说像这一间永星的话 它的手工面线可能煮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我觉得它就比较像是那种跟面的感觉 那一般的机器做出来的面条呢 面线的面条虽然比较便宜一点 可是有的可以做出它比较细致的口感 这跟煮的时间真的蛮有关系的 所以可能每一家呢 用手工面线跟一般的面线的面条呢 还是最终要看老板的功力是如何啰 正在穿越北维桂县 哇 太棒了 北维桂县是23.5度 没错 花开覆嘴 花开覆嘴 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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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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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